华北理工大学成立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就理论学习 宣传 调查研究 实践活动等 制定专项工作方案 扎实推进 围绕先进钢铁材料制造与加工 绿色低碳冶金等研究方向 积极打造以双一流学科为龙头的学科体系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 准备了22万余字的主题教育学习资料 从开设主题教育专题网 营造主题教育浓厚氛围和讲好主题教育华理故事三个方面 着力做好主题教育宣传工作 建立工作台杖 倒排攻期 挂图作战 确保高标准 高质量推动主题教育落地落实